我終於去看了我人生的第一場棒球 太荒謬 我第一次去的是 難怪沒人要進劇場 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啊 對不對 謝謝 嘉明是我的音樂設計 你想要接 那我們這樣子接 你看看怎麼樣 他就 就為了達到一種戲劇 然後我說好啊 可以啊 我還超認真 我演的時候超認真 可是他就是搞這個這樣 然後大家會覺得 我好像聽到了些什麼 但好像又是嗎這樣 可是戲曲螺谷對大家來說是陌生的嘛 比如說我跟你說個四集頭 你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我剛剛念的那一串 你只覺得他是一段 Beatbox這樣 可能是一段音樂 可是你不知道我們這些東西是什麼 其實他是有根源 為什麼讓觀眾聽到一個好像熟悉的旋律 其實我們要告訴他說 剛剛那個愛的鼓勵是你熟悉的 可是戲曲的螺谷其實也都是一模一樣的我熟悉的 只是你還沒有被介紹認識而已 當你被介紹認識之後你就會習慣這個東西的節奏 然後這整個東西的風格就會被建立 這樣 那本身我們就覺得這個事情是有趣的 在戲曲裡面是有趣的 我們已經抽出了身體這件事 那音樂這個東西在玩耍它 但是還是被保留的 這個戲還有一個可能會出現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會有木間劇 我越來越不想把戲寫得很複雜 就是我覺得戲其實可以很好看 我所謂的看就是 就像說實話 我有時候不懂舞在挑什麼 但我覺得很好看 這樣 所以我們的戲 我不想它這麼複雜 我多少讓它有可看性 所以在地裡面打架是一件事 講笑話是一件事情 然後好啦壓力很大了 前面很殘酷很血腥 來休息一下 純粹要把它打斷 純粹就是打斷 然後告訴大家說 現在是 也不是中場休息 但裡面也不能出去 但想殺尿可以趁現在這樣 然後我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看戲這件事情 我們要想一點 讓觀眾覺得我有存在感 因為我們好像 這個世代有點苦悶 我說我30還沒有6歲這樣 我終於去看了我人生的第一場棒球 朋友就想說 你現在對不對 我帶你去看棒球好不好 讓你感受一下什麼叫做熱情 看太荒謬 我第一次去的是 這是荒謬劇吧 難怪沒人要進劇場 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啊對不對 一有誰站上什麼 要打擊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唱他的應援曲 然後每個人就會開始 然後破狼然後幹嘛的 有的沒的這樣 我一開始的時候是非常害羞的 我身為一個 表演藝術工作者 我竟然沒有辦法 在大廳廣東之下挑那些 就是 然後後來呢就是 氛圍 在你努力的為他加油 而他真的打擊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很感動這樣 第二次去的時候呢 就是 因緣際會做到看台區 就是超級好的位置 然後那天去的時候 我就很能參與大家 我就發現 其實看戲除了冷靜的接受 一件事情之外 像我們都是工作 就是我看戲到最後很多都是工作 可是對一般觀眾來說 我能不能給他更多 譬如說 意識到他的存在 譬如說 讓他被接觸 不是那個碰觸 就是你可以稍微參與一下 這樣 那我試試看你想要兼具這個功能 就是 也像博又做之前說的 就是把觀眾 先把好朋友變成觀眾 再把觀眾變成好朋友 這件事情 看看會怎樣 其實很多戲 本來是從野台開始 對啊 那野台本來跟底下的觀眾互動 本來就是很多 是啊 是後來變成所謂的現在劇場 清堂藝術 或是宮廷式的這種的時候 才變得這麼的 有距離 對 有距離 對 很期待12月7號8號 在雲門劇場 看200AD 弟弟挖洞人 謝謝博 謝謝明秀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100 0 0 0